烏克蘭戰爭進入第28天 美軍重兵集結在南海的同時 現在眼睛焦點也緊抓著 這一個北京中南海 同時也關注著台海的局勢 而在台灣的這一個部分 國防部事實上鬆口 很有可能兵役直接延長一年 那今天事實上媒體也曝光了 蔡英文總統跟安倍晉三的視訊 是的 顯然的烏克蘭戰爭 等於是說對台灣跟日本的衝擊 也是等於說受到台日兩國高度的重視 我相信蔡總統跟安倍的視訊 這本來就是在議程的規劃裡面 因為安倍早就說過說 他其實很想來台灣 那他的言中之意就是說 他也當然會想跟蔡總統見面 第二個 安倍在1月份的時候 其實才跟台灣的智庫 舉行的視訊會議 所以說前面的這個準備階段 都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說這一次的安倍跟蔡總統的視訊會議 是藉由日華的肯潭協會 這是日本的國會的清台的組織 可是過程完全是秘密的 到最後一刻 全部準備就緒才公布 我相信這是受了烏克蘭戰爭的影響 讓這一場視訊會 等於說提早的時程 然後在這個會內 在這個視訊會議裡面 安倍跟蔡總統在交換什麼意見 兩件大事 第一個當然烏克蘭戰爭 第二個CPTPP的問題 好就這個烏克蘭戰爭的問題呢 這個蔡總統 他馬上就講 我們台灣感同身受 無法自身事外 因為台灣全部都看到了 烏克蘭人民挺身奮戰 讓台灣的人民 等於說非常的動容 好所以政府呢 等於說制裁俄國 而且也跟這個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國家會站在一起 堅決的支持民主自由 安倍的說法呢 他是說俄國入侵烏克蘭呢 是對國際次序的嚴重挑戰 所以呢 價值共享的這個國家就必須進行國際合作 來共同的應對 侵略是違反這個國際規則的 所以說呢 在印太地區 絕不容許武力的片面改變現狀或主權 這個就是安倍跟蔡總統的交集點了 最近美國的這個Time Time這個雜誌呢 在台灣做了一個訪談 就是說這個人民的訪談 有直接的關係 這個Time雜誌的這個訪談的名稱叫做 從烏克蘭看這個中國的威脅 台灣人憂慮準備不足 所以Time雜誌呢 去訪問了好幾個年輕人 台灣的年輕男人 問說這場戰爭對你的感受 對你的衝擊是什麼 包括這個甚至是包括 這個退役的軍人等等 所有人的回答大同小異 重點是什麼 憂慮 我們自己準備不周 這個準備不及 訓練不夠 包括那些扶過四個月兵役的人 現在回想一下 看到烏克蘭戰爭 都想說 這個是不是我應該 這個要做更多的準備 自己的國家 自己保衛 所以說烏克蘭戰爭 一方面驚醒了台灣人 台灣人民 自己的國家要自己保衛 另外一方面其實也激勵了 也鼓勵了台灣人民的 這種反抗的意志 所以跟著後面 這個做出來的 這個民意調查 就是這個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調查 還做到這個76 76% 有趣的是 台灣民意基金會 做了另外一個調查 就是說 萬一台海開戰的話 你相不相信 美國會出兵 在五個月前 相信美國會出兵的台灣人民 65% 這一次剛剛做的 相信美國會出兵的變成35% 大將的 銳減三成 銳減大將的30% 然後已經有高達56% 會不相信美國會出兵 為什麼 看到烏克蘭效應 因為美國說了 他不拍兵嘛 所以也認為說 是不是懷疑 台灣如果開戰的話 也不會拍兵 所以說這兩個民調 就是說好 那就靠我們自己 來保衛我們自己 台灣會升高 然後呢 對美國的期望 會減少 所以目前的情況 就是這樣子 要 뛰 towards 世界大用 大家ир建議 但是